5.3这一题呢就是在找这个最小平方解 那其实如果你要套公式这题其实是很快的 那不过我还是先把公式很快的讲给大家 那等一下呢我们下一个影片我们会来谈一下 说这里面的意义是什么 其实这是意义比较重要的 好那最小平方解其实公式上其实就是什么呢 这公式就会是说 原本的关系是什么 ax等于b 那因为它不会相等 所以我们目的就是要找一个怎样呢 找一个ax使得这个相减 这东西要越小越好 好那这个答案呢其实就会长得很神奇 我第一次看到这式子的时候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困惑 为什么答案竟然会长得这么复杂 不过实际做其实蛮简单的 好那我们先把这答案先算一下 在下个影片我们会讨论 好所以这边的话A就是什么呢 A就是12 A现在是120 1-30 好那这转置呢 转置就变成120 1-30 好那这边一样 就是120 1-30 好那b就会是什么 b就是312 好那我们这里把它稍微乘一下 好那at乘A这会是一个对称的情况 所以这边是5 那这边会得到的是1-6 就是-5 好那这边的话就是一样 1-6-5 好那这边就是刚刚说到这里跟这里是一个10 好这是一个对称矩阵 好这这两个我们再来乘 这两个乘起来刚好是120跟310 乘起来会变成是那个5 那这里是0 好那这里的反矩阵 好那这里好再把它一个反矩阵 好那在反矩阵之后呢 我们就会得到了是什么呢 对 这里的行列是刚好是50 然后在这里是50 所以这里变成是那个 嗯 好 25分之1 好或者我们先把5先提出来了 先5听起来就变倒数 然后就变成这里面的1-1-1-2的整个的 那个5先提出来的5先提出来 然后再乘上这个50 好那这边我们会得到的是 主对角线交换 次对角线加符号 好那这5刚好会变成1分之1 好所以这边会变成2111 乘上这个50 好那51跟50要稍微约掉了 所以这边答案就会是3 110跟21做的答案就会是21 答案就21 好所以这题的答案是21 好那其实最有趣的还是 是在于是说 你怎么去解读一下这个式子 就是说 不是把它算出来而已 就是说它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这是在学现代里面有趣的事情 好那我们就下一个影片里面 来谈一下 就是这个东西 它的一个感觉是什么 好 好